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庆阳万物皆可做香包 秀娘的翘首在翻转间便可将彩线做成排排站的小动物 光是可爱的小老虎都能缝制出五六种各具特色的造型款式 这个鸳鸯呢就更有意思了 你看它的造型我们是用拧帅布粘的 更重要的是后面有这么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用来我们过去就是女孩送男孩的时候 我们会剪一粒头发 到挽个蝴蝶结装在里边送给男孩以后 寓意就说是我们就不能用嘴巴来说 来表达说我爱你 就这个呢就是永结同心 一粒亲丝表达它白头偕老的意思 秀娘女孩在出嫁时 嫁妆力必不可少的也是一整套首秀的香包 姑娘的嫁妆她首先有一双上轿鞋 她上上马鞋嘛 我们要穿这样的鞋子 然后我们入了洞房以后 我们这要穿这个绣龙粪成祥的拖鞋嘛 这个儿子你看这边是信息相应 这边就是百年好和 一般我们嫁妆里面的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 不会有单只的 所以这一段呢 是送给谁的你猜猜 这个是女孩的娘家的人秀了 或者是女孩秀了 送给婆家的奶奶和爷爷的 这个爷爷奶奶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她耳朵硬了骨头脆了嘛 她这个儿子是在枕上放耳朵的 是保健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有嫁妆里面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还有这样的大枕头 这样的大枕头我们也会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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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